中国汽车工业在高速经济增长带领下已经取得长足发展 既出现了吉利、BID等草根车席的逆袭 又迎来了红旗等央旗的集体发力 形成百花银春、百家争鸣的态势 优胜猎态的市场既挑选出强者又淘汰弱兵 除去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场 我们来谈谈曾经红旗一时 如今却有步履为先的厂家 一、夏利 夏利曾是连续18年国内畅销第一的经济型轿车 一度是国产品牌的龙头老大 遗憾的是 暗于现状的夏利并没有及时拓展新车型 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是车型定位无升级 款式老旧少创新 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 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开始由原来单纯依靠技术引进 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演变 从低端价格竞争 向技术领先转变 改善车辆用料 提高自身设计 拉小与合资品牌的距离成为国产车的当务之急 但是夏利一直固守经济型轿车的定位 自主品牌汽车本身档次就比较低 夏利在自主品牌里档次几乎就是最低的 随着消费升级来临 谁会再去买他的车呢 二、海马汽车 1992年2月 海南汽车与日本马自达汽车的合资公司海南马自达正式成立 海南马自达先后推出了海南马自达HMC6440 海南马自达MPV 海南马自达323等车型 并一度热销 1997年 由于受生产许可限制 海南马自达因车辆无法正常进行销售而兵民破产 无奈之下只好投靠了一汽集团 而海南汽车虽然被一汽百分百控股 但却没有拿到任何资金或技术 只是拿到了轿车生产资质 此后 海南马自达陆续推出普里马 福美莱等热销车型 成为国内主流合资车企 而马自达也因此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 从而有了改价的念头 最终 日本马自达汽车于2005年3月 于一汽签约成立一汽马自达 海南汽车被抛弃 海南马自达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海马汽车 无法恢复当年辉煌 三 华泰 2000年成立的华泰汽车 曾与韩国现代汽车合作推出 特拉卡 盛达飞等SUV车型 产品也曾占据越野车市场的重要位置 然而随后的几年 其他汽车品牌也开始发力SUV市场 与此同时 因为过分依赖现代集团的供给 华泰汽车并没有在产品技术上的升级换代上加强 甚至结束合作以后的多年 一直没有拿出自己真正的车型 因此 面对当前强烈的市场竞争 华泰在产品布局上就已经落后 中国车企都多以与外国品牌合资的方式发展 如何真正可以做到自身发展 如何避免沦为外国品牌的代工厂 不光是以上三家车企需要考虑的问题 更是值得中国所有汽车人深思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